现在时间是12点40度 正是古代石沉中的53克 一天中阳气最足的时候 现在下木最好不过了 走了这么久 饿了吧 二段 地上有个蘑菇 你先吃了 这种蘑菇没有毒的 完全可以食用 这东西瑟瑟的 以前都不好吃 行了 别废话 提高警惕 继续出发 嗯 我感觉大木就在附近了 墨穴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我已经闻到了 嗯 暗杂没闻到沙尾道 这不就是林子里的尾儿吗 这摩金校尾的门道 可深着呢 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 你们宗所的摩金校尾 早地是个沙东西啊 摩金校尾 是中国古代一个盗墓者的门派 据史书记载 摩金校尾 起源于东汉末年三国时期 历史悠久 他们能依靠观风水 变气象 加上一斤的门道 来定位古墓中的穴位 深入洞穴 盗取金银 目的就是为了弥补军饷的不足 补贴军用 原来是这样啊 这摩金校尾还是个馆房租制类 没错 摩金的雏形始于战国时期 精通学龙诀和分金定穴 读于技术环节 但是摩金校尾成为正规编制 还是东汉曹操力的规矩 咱们继续赶路吧 味道越来越浓 这古墓定在附近了 尾格你看 只有一个野猪头 你看这个呀 什么点 二众别碰 我的天哪 这是什么情况 咱们这里的火把全亮了 二众 咱们再做一个小的火把带上 万一里面是漆黑的 咱们还能照明用 并且火焰燃烧是需要氧气的 带着火把 可以验证墓里的氧气是否充足 如果火把灭了 咱们就能够用 就赶紧退出来 防止意外发生 做火把需要一根长木棍 还有两个破木头 这长木棍是有了 可是破木头 哎 还是把内裤捡了吧 回哥 安保里有骨头 雇佣烟 下次这种事情早点说 行了 准备好 我打开 我看你 我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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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事情是否还好 你觉得我打开 我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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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墓中藏狼天下最狂 墓中有马定当驸马 这墓主人看起来有点东西 在风水学上也有一些噪音 这金属箱子里面 也不知道有没有咱们需要的东西 啊 谢谢大家 发言不然麻烦就大了 慧哥 这些粮食这么不怕货 他们也不怕阳光 马若 我刚才仔细观察了一下 这些可能是通过编译而来的丧尸 绝对不是古墓中的牵连僵尸 他们身上的衣服明显是现代人的穿着 而且并不太惧怕阳光和火把 你这么一说 阿亥真是刚发现 这么说古墓里的粮食 可能已经被直见的摩金小尾给杀死了 这些丧尸只感染一妙的哪个 原来是这样啊 因为木门被毁了 丧尸又喜欢阴暗潮湿的环境 加上古墓里面的陪葬品有血腥味 所以就把这些丧尸吸引过去了 还好不是古墓里面的僵尸或者粽子 不然我们还真不一定能够逃出来 我们得想想办法对付这些丧尸